我新买了一个iPhone14 这是我最近几年 买了一个数码产品之后 最糟心的一次 这个糟心倒不是说 我现在手里的设备不好 我很想在这给你举着设备 来录这个视频 但是它现在正在帮我 来录这个视频 所以我现在手里 没法给你展示设备 我想我也不用展示 你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图片 视频 评测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那是不是我买的手机不好 不是 我现在觉得我非常的满意 拿来之后感觉还是那么轻便 然后有很多功能 符合我的需求 但是为什么我说 我买了之后糟心呢 我拿出去给别人看 你看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人家当时就是摆了我一眼 说灵动岛在哪里 我说没有 我说我没买Pro 哎呀人家马上就是一种 哎呀特别这个 同情遗憾的眼光看着我 你怎么能买数字即行呢 这不应该买的呀对吧 为什么呢 说今年苹果的这个诚意不足 这个居然跟去年的iPhone13 13Pro 连芯片都没有换 连芯片都没有换的机器 你为什么要买 这问的我也是一愣一愣的 我们都知道啊有的人呢 他这个买东西之前 喜欢看一些参考的资料 现在呢有好多这个数码区的这些视频 有的人是通过他来这个帮助自己 做决策 选购一款产品 有的人不是 对吧 他是这个买完东西之后啊 他想找一些共鸣啊 我在这个朋友当中啊 因为没有这个灵动岛啊 这个找不着一些这个共鸣啊 所以我就跑到这上面来 我试图通过这个视频的介绍找一些共鸣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不同的这个系列 不同的型号 往往应对着是一个特定的人群 我翻看了许许多多的数码评测区的这些UP主 他们这个上传的视频 我发现真是很奇特啊 今年基本上iPhone14处于一种啊 被忽略被漠视啊 被鄙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伙看 哎 今年这个新颜色不错啊 好 说完了啊 不再说这个事了 甚至有人说什么呢 说这个啊 这个iPhone14啊 真不是用来现在购买的 它是用双11 它这个大幅的降价 要拿这款机器跟安卓手机去抢夺中低端市场 你看着吧 到时候肯定会这样 你说这让我听完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我们古人有句话嘛 叫做见人搓受 见物增价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见一个人啊 这个岁数 你好比认为他 这人可能得有60了啊 你问人家 今天40几了 人听完了高兴 对吧 觉得你看我年轻 见物增价是什么意思 你一看人手里拿了一个物色啊 好比说一个新买的 这个不一定是真古玩啊 反正是一个玩意儿 对吧 你当时可能一眼就看出来啊 这东西大概也就值个20块钱 对吧 但是你不能这么问呢 你得问人家 呦 这个您花了一百几啊 人家听完了就不是开心 哎呀 我这个减着便宜货了 减漏啊 50块钱买着的 哎 这双方都挺开心 对吧 但是你如果上来就问人家 你你你这你这个5块钱买的吗 人家肯定不高兴了 对吧 我花了50 你问我5块钱买的吗 对吧 但是现在我发现 对于这个iPhone14这款手机 几乎全都不顾忌啊 这个人家已经购买iPhone14 这样的人的感受啊 这些up主全都在那里给你讲 这款机器不要买啊 这个这个这个机器千万现在不要买啊 这个机器我们去对比一下去年的机型啊 对比一下iPhone13 Pro 然后说现在虽然iPhone13 Pro啊 依然比这个14要贵 那也建议你去买这个13 Pro啊 哪怕买去年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比今年的这个14更值得买 你看咱对比这个对比那个 这听完了反正我是非常的这个不开心 我买了一个东西 想找点共鸣都找不到啊 好像这个这款iPhone14出来以后 就我这么一个冤单头啊去买了啊 别人都非常明智的选择了Pro 这就像什么呢 你问我说 哎 你为什么开一经济型的车啊 对吧 你怎么不开一宝马7系啊 那还用说吗 没钱呢 对吧 我也知道满汉全息好吃 我也知道米其林三星不错 我没法天天去吃那东西啊 没钱呢 对吧 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种 被这个消费主牵着鼻子走 对吧 就觉得好像说什么东西就一定要买那个最好的 最贵的啊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你选择了一个经济试用型的手机 那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特别是在这种觉得苹果啊 这个牙膏都不好好挤了啊 去年的芯片和今年的一样的情况下啊 为什么改了一个壳啊 就敢管它这个叫做一个新手机 然后还这个这么高的价格 这款手机对于我这样一个从iPhone11换上来的用户来说 它的改进实际上我觉得是不小的 例如说现在你看我在这拍视频 跟iPhone11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可以很轻易的使用现在这种电影模式 录制下来的结果我是可以调焦点的 我就算不调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可以给我实现一个背景的一个虚化的功能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为了实现背景虚化 我之前呢不得不去安装一些第三方的手机的这个摄像的APP 通过这些应用来帮助我达成一个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 但是那个功能往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应了那句话 你这背景太假了 对吧 虚化到后面那东西都看不清了 这个明显的能看出来你这个人物的边缘都是被处理过的 那个我觉得确实有些问题 但是现在我觉得挺好 那你说我这个买一台新手机 仅仅是为了说要获得一个背景虚化的功能吗 当然不是 这款手机实际上对于我从iPhone11升上来有很多的差别 第一4G变成了5G 这个我觉得挺好 第二它非常大的内存 今年全系都换成了6G 6G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的原先这个杀后台应用的情况会有很大的缓解 特别实用的一些小功能在iPhone11上是没有的 例如说跟新的这样的电脑系统 可以拿我现在的手机当成我的这个电脑的摄像头 这样一来我后面在录制视频课程的时候 可以提供很大的便利性 因为我现在的那款这个电脑上的还是720P的摄像头 当然还不只是这些 我平时给孩子来录制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要在跑动当中去录制 这款iPhone14因为支持了一个运动模式 所以就使得我在跟着孩子在那狂奔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运镜显得特别的平滑 我觉得露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出门都得戴口罩对吧 你戴着口罩以前在解锁 那非常尴尬 要么你得当众去那按密码去 要不然还得把口罩摘下来 但是现在这个iPhone14上 我就可以戴着口罩来解锁 当然你说了 这功能去年的手机 前年的手机不都有吗 是啊 所以我就认为 这个手机真的没有必要一年一换 为什么每年你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机换掉 只是为了它其中的一两个新功能 咱几年不好吗 我这几年用下来我的iPhone11 实际上我录了很多的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对吧 我觉得录的也不错 那现在我觉得这些新的功能 使得我愿意花这个钱 我换一台新的手机 对于我来说 不用Pro 这些基本的功能够我来使用了 我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新手机的用户 这原本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 或者你如果拿着一个iPhone13或者13Pro的话 你要是不加上这样的一个灵动导 不换上今年的Pro 确实让别人感知不到你换了手机 可我真想不到你为什么要去换 对吧 你等它个两三年 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 有人嫌这个A15啊 这个居然这个换了手机的型号 不换芯片的型号 说这个事是太过分了 我觉得A15够用啊 没有必要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苛求 关键是它我现在又没时间去玩游戏 对吧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也没那个时间抱着手机几个小时 去测它的续航能力 它的发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进 这些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样的感知 相反的 我倒真的希望我的手机不要太过于吸引我 有人说你看这个Pro上面能支持这个Promotion 120赫兹高刷 然后还能自适应 这个低的时候只有一赫兹 多好的一个东西 说用了120赫兹啊 用了这种变频高刷 回不去了 是啊 是回不去了 我干嘛要过去呢 对吧 手机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需要用它的时候 我希望它不掉链子 我不需要用它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它不要诱惑我 我的手机在我工作的时候 一般都把它搁在远处 就是那个伸手够不到的地方 有的时候甚至把它放抽屉里 我恨不得加把锁 因为什么 我就是怕这样的一些干扰 影响了我的心流 影响了我的创作过程 影响了我的工作和学习 这是我对于我的手机的期望 所以我这次没有上Pro 我估计到我下一次换手机的时候 可能也够呛去上Pro 这样的决策对于我来说 并没有那么的不明智 我做这则视频 也是想告诉那些 跟我有类似的需求的小伙伴们 相信你的选择 鞋子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所以不用受到这些外部的 这样的评测的影响 不用管他们怎么样的 跟你来推广 说只有买到最新最好的机型 你才值得去升级 值不值得升级 花钱是我们自己花 所以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 希望跟我一样买了iPhone14 而没有买Pro的小伙伴 看了这则视频之后 心情能好一些 如果你在选购当中也有过纠结 有过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 我是王树一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